金周刊也综合了一份报道 说接下来台湾本土机也受到影响 因为陈建仁说 民众对于白肉机的消费量逐年增加 每一年白肉机需求量是60万公吨 其中有30%也就约18万公吨是进口 近年由于美国爆发潜流感疫情 导致白肉机的进口减少 但是等等陈建仁讲的错了 因为台湾的国产机也受影响 你禽流感台湾也要铺杀好吗 因为国产的白肉机 也是受到了禽流感的影响 很多机农根本没机可养 所以陈建仁的问题是 人家拿来的资料就是错的 他又跟我们讲说要多用本土机 第一个本土机现在量不够啊 第二个 那个不知道是一级嘴炮技术室还是领备好油 我每次都把他们两个人搞混 白肉机的除机从2月19号参考价格每次36元 创下历史新高 他说可能缺肉高峰会落在四五月 今年很可能会出现百元鸡牌 怎么样波机 这个百元鸡牌这是要怎么办呢 百元鸡牌那就不要吃啊 我们改吃鸭牌 干娘鸭 我问你鸭胸没有像鸡牌一样那么juicy啊 法式料理里面鸭胸更贵 那当然 但就鸭胸更贵的 然后我们难道因此而要去买这个鸭胸 然后又要加钱啊 我觉得鸡的问题就是很难解了 因为结构不管是蛋鸡不管是肉鸡 我们的那个畜牧产业的结构性问题都没有解决 就是比如说为什么会有禽流感 比如说容易大家这个船 或者是说从候鸟身上掉下来 做个机场船来船去 只要有一个机场有一只鸡种 就基本上大家就会都会种 然后就要全面铺杀原因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鸡舍都是属于那种很密集式的 而且呢那种那个那个 他们讲那个鸡粪啊 都很久才清 所以他就是比较落后的养鸡场 然后那个农委会都说 我们现在要编列三十几亿来补助啊 那个游淑惠有说嘛 有17年前就已经在补助鸡农 要去改建他们的情色 就是鸡舍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这些鸡农不喜欢政府来补贴 有很多的原因 因为第一个要改成开放 要改成那个封闭式 或者是用水帘 对对水帘 然后呢而且呢他不会变成平面 他现在是比如说你会发现 你去那个蛋鸡场或什么 他有好几层 对 然后呢就格子龙 然后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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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现在就说如果你要领这块补助的话 你只能一个平面 你不能变成冻福蛋 那个叫什么龙几率大减 而且那个鸡是鸡压的鸡 龙几率 就龙大鸡的数量就会大减 那你能赚的钱就减少啊 那当然啊 我拿了政府一笔钱 我还不是全部哦 我还要自己自付一半哦 结果我能养的鸡就变少了 那除非我是一个大地主 我有足够的土地可以来养这种放山鸡 FREE RANCH 对所以你知道像我以前 以前我们在周刊有个同事 他自己有农场 然后他就放养一堆鸡在那边 然后呢那个没事 他每次回来这个台北上班 他就送大家一些鸡蛋 哦这我要插个嘴 放山鸡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状况 首先你得要有一块地 第二个那个地呢 最好要有山坡什么东西的 让它可以真的跑 而不是就在那边咕啾咕啾咕啾 不是要有树 对我曾经采访过一个 他愁眉苦脸跟我们讲说 你如果早一个月来 我们还有鸡 但是因为一个月前有台风 鸡被吹走了 对因为他是放山鸡 所以就在那边跑来跑去 对不对 然后没有鸡舍啊 鸡舍对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简陋的鸡舍 就是给他晚上休息用了 他妈台风一来 他的鸡被吹走了 嗯 然后再不然就被活活吓死 所以我们再去 反正说现在没有鸡了 我要重新再养 那这种所谓的放山鸡 其实风险很高啊 而且他那个规模都小啦 对相对来讲 比起那个我们真正所谓的养鸡场的 嗯 那个那个相对来讲规模都小很多 所以像我一个大学同学 他自己家哦 他就一个农舍嘛 就等于是在家里就一个山头 嗯 然后那旁边就是可以 就是他自己种田啊什么的 他也自己养鸡啊 所以他们家的鸡蛋就自给自足啊 那就够啦 所以可是对于 这是这种一般小规模的养殖 你有办法这样玩 如果今天是要这种大规模 而且是要提供给这个养鸡协会啊 好 那所以你没办法的时候 然后鸡农不愿意改介 最后就变成现在只这种 比如说有禽流感一来就大量哺杀什么的 就全众 就一直发生 然后现在禽流感就是全球性的灾情 嗯 你看那个什么 柬埔寨 连人都 小朋友都被传染那个禽流感 没有 这个他的问题就是你不是封闭鸡舍 那个候鸟飞过去拉个屎 然后干你就中了 甚至 甚至他搞不好 他也不是拉屎 他就飞进你的鸡舍 跟你抢东一吃 麻雀啊鸽子什么东西 然后他一传过来 你整个鸡舍就扑杀 台湾又是候鸟的栖息地 我们花了一整个礼拜的时间 跟塔利班纠缠 塔利班说 没有缺蛋 我天天都吃得到蛋 颜亚伦 呃 没有缺蛋 我还买得到蛋 所以没有缺蛋 干你回去读那个字典 缺是稀少的意思 不是完全没有好吗 再半就说 全世界都缺蛋 台湾这是一个正常的状况 干你啊 也没有好不好 日本美国也没有缺蛋 美国缺的蛋 是因为你去加州 看到他的蛋价上升 那他为什么缺蛋 是因为他要求的养殖规范 很严格 好不好 真是的 那 我们花了一整个礼拜 跟这种阿萨布鲁的人纠缠 因为他们连认缺蛋都不认 不需要 我觉得就让他们继续这样下去 他们活在一个平行时空里面的话 我们就让他们继续活着 那毕竟大部分人都往前走了 他们还留在那个没有缺蛋的世界里面 他们到现在还在说 我觉得比较纳闷的是说 像陈吉仲他们其实都知道缺蛋的问题出来哪里 他也知道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 但是他怎么敢一直讲说 其实你把这一年来陈吉仲讲缺蛋也好 或是蛋价的问题 全部把所有的新闻的标题全部列出来 你会觉得根本荒谬 夏天的时候说 夏季母鸡产蛋率会减少 所以 因为太久 对然后他说 蛋价上涨是因为国旅大爆发 那个供应需求增加 所以 他曾经讲过这个理由 去年10月 干你呀 国旅大爆发我每天都要吃蛋 然后呢 那个接下来冬天 冬天 那个鸡的这个产占率会减少 夏季也减少 冬天也减少 冬天他用了一个另外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 没有还有就是火锅 对你们吃太多火锅了 对 而且台电也把这个理由拿来用 对啊 因为冬天 没有台电是去年用的 对他说冬天到 所以大家开火锅吃比较多电 有火锅负载 所以火锅真的是一个很危险 我觉得 太可怕了 应该要 要立一个叫做 防止这个禁止食用火锅法